郭文貴先生 郭文貴先生 不清楚的地方 這個說實話很像無據的 在家庭中心中 我們再來看這個 第一個就是 我們非常謝謝南方寮蓬 李建基理事長 非常精彩的聲音 關於這個之前 我們去改正大家的奇怪的話 信仰其實也是能夠好的時候 有很多的反應問題在信仰的過程裡面 我想我最早在台北市做管管局長的時候 那時候最早就是民政局的局長林振雄 他是林振雄 開始提出來的一些集中燒紙錢 那個時候開始慢慢就 我看全國非常響應得非常好 後來也有很多新的一些想法 剛才講到最新的一些做法 想法都在裡面 我想我非常支持贊成 當然我需要講的一件事情 就是剛才你講的幾個意見 可以來看看怎麼來推動 好 第一個是宗教領袖來開個環保報 回來大家手腳上資金 來修金 第二就是用功德產業帶一件事情 相關也是非常好 好像已經有一些人在做了 我們要把你們來問話 甚至我們通保宗教的網路來 我們來擊敗這個做得非常好的 最後就是環保教育 學校的教育 通過學校 剛才我們也笑了 他在那裡 剛剛也笑了 我們要來看 這幾個都是非常好的 我們看看最後來推動 不過我要再講一個概念 其實我們常常把兩件事情混在一起 其實大家都認為是同樣的一件事情 實在不太一樣 其實為了我們自己的健康的問題 要做的事情 跟為了這個地球暖化 能吸入做的事情 實在不太一樣 好 我這邊要講的是 像燒指尖這個事情的話 其實它真正的問題是 對我們聚在一起 像我們燒香在廟裡面 是對自己的不好的 對自己的健康不好 還有烤肉也是 大家聚在一起烤 真的烤出來的這些東西 都是自愛性的 是吧 你心多了 果然一兩次的 心多了對我們自己的不好的問題 所以其實這個最重要的問題都是燒炭 或者燒香 或者燒這個指尖 這是健康問題 也大於暖化的問題 我會說也大於暖化的問題 因為不管是指尖、炭 都是樹木長出來的 樹木長出來的東西 它是一個循環 它是一個循環 其實最大的遺憾就是 這個過程裡 如果我們把它變成一個能源 我本來燒沒有 我不要燒沒有 我用這個燒木炭或燒沒有 變成我的能源 我就不要太多 化石燃、化碳 是吧 所以我說將來生質能做燃料 其實是我們很希望 將來我們必設 未來是再生能源 生質能成為做燃 再生能源 是吧 怎麼樣去用生質能 它排出去 樹長回來 然後變成溫能力 等於是變成太陽能 這份對溫暖化的 其實是我們要鼓勵的這個事情 所以怎麼樣讓生質能的利用 能夠循環的能源 其實這兩件事我覺得 常常會混在一個檯 是吧 所以我就希望大家 還是不利 不為大家燒幾個錢燒對 因為怎麼樣 對我們健康不是好的一件事情 是吧 這個東西 你也拿去做生質能的 所以這邊跟大家報告這一點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在這個 我們口紅先生 口紅先生 一直說 剛才講的都很精彩 就是原住民其實是跟自然融合的 最好的 它的文化跟生態的一個東西 所以我們怎麼樣 把原住民的它的文化 它的知識 變成我們在自三明塔裡面 重要的一個輸入 所以這邊怎麼樣讓它落實 當然要靠原明慧 還有補助 還要包括我們這個 原化最近會 將生執行的一向 很希望這個問題 把它做得更好 所以我覺得這個方向 甚至我們在兩帶 怎麼樣去 來做這個事情 像我們這次 在88的重建裡面 就特別強調 怎麼牽到一個安全的地方 安全的架路 要一條路是安全的路 不但是通行安全 對我們造成的這個危害 是最少的地方 是吧 然後怎麼樣把文化知識 方式 生活方式 能夠保存下來 是吧 所以這是現在大家 都不是有這種概念 怎麼讓它這麼弱實 有原明的文化 然後跟生態完全結合了一個 新的重建的生態社區 還是文化的社區 所以這個概念現在大家都很希望 把它弱實的 那第三點 就是 我們是捷徑環保 這理事長前面 提到的漂流度 那我們也非常感謝我們口風先生 對漂流度的一個獨到的見解 也是這個提醒我一直在講的一件事情 在這次的漂流度大到一個程度 也就是說自然的力量真的 你看一開始估計有40萬噸 現在大概估計有53萬噸 過去確實呢 最近在第八院質詢的時候 黃蘇敬委員也特別質詢過 他就說 你為什麼在這件事情上 一點動作都沒有 黃蘇敬一點動作都沒有 我說很專業觀念 漂流木不是非其物 對不對 它是自然存在的部分 對不對 自然衝下來的 那真正的問題是什麼 真正的問題是 它影響我們要用的土地 或者空間的時候 它存在問題 對吧 你是海港 港口 被它塞板著漂流木 影響你 要用的土地 你是農地 你為了做東西 所以你不要把它清掉 是不是 你要把它移走 海灘 你如果說是那個 海水異常 影響你動 那你要把它清掉 可是如果它就是 莫多在那時候 我們去清它的目的是什麼 它自然在裡面 其實它是自然的情況 你看在這個美國 如果它們的這個國家公益的管理 任何倒下來數目 你覺得不要再去躲它 它就是自然的現象 它自然的問題 甚至在加州火燒山 也是自然的現象 只是回營養日 它還必須去救它 是不是 所以這個概念 其實它是自己的 它什麼時候變成廢棄物 就是剛才你講的 有值錢的它拿走了 不值錢的 是廢棄物的 廢棄物就是說 它就是環保單位去處理 那實際上 我們講的概念 也不是環保單位要處理自己 所以這次我講得很清楚 也不是環保單位要處理自己 但是環保單位什麼時候去處理 我們真的要規制的話 就是說今天在這個海灘裡面去 你說開放給大家去解有價值的東西 或者自己去解價值的東西 你人工去解沒事情 你搬的也有限 可是它開個怪書進去 把它要人弄走之後 然後留下蠻木蒼蠅 就不是原來的景觀 反而是一個破壞的自然環境 對不對 所以這個反而是 我們必須要去節制的行為 當你去檢視你要的時候 把自然變成一個怎麼樣 我看入目的一個環境 反而是我們要去節制的一個行為 所以你要不然 你就要去做的話 做得很徹底 做到一個情況 就跟他講 我只要飆出去 你要哪裡要的東西之外 你不要的東西 也要維持它的一個 很好的一個清理真理的一個狀態 是一個整體的 而不是今天在這個 我們這個領務局它的法案面 它說把我要的拿了之後 剩下的就叫做廢棄物 四銅廢棄物 那我跟林智英 房主席我也講 我說四銅廢棄物 就不叫廢棄物啊 那是四銅廢棄物 那誰要是四銅廢棄物啊 領務局要是四銅廢棄物 是吧 你四銅廢棄物 廢棄物是該你處理 我們這講 這個世界單位 它自己要負責處理它的廢棄物 是吧 你拿了好數 剩下的東西 所以就該你自己去怎麼樣 你拿好處同時 那個城堡有一個問題 就要去拿 抽屏那個禮標的東西 這才是一個真體 是吧 不然的話 好好要拿來的錢 是吧 賣了木頭的錢 四銅廢棄物就要一起來 整個一起去 要不然你說 如果你整理完了 賣了木頭都拔回來 你幹什麼不要去賣個木頭好了 對不對 就維護它一個自然的狀態就好了 是吧 那你去把你藥拿了 剩下的東西 就說該去清 這個是一個不對 所以除非是它真的嚴重影響我們的生活環境 影響我的海港的用途 影響我的農地跟地 我就必須把它清走 清走的時候其實後面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像這些東西它是很主要的一個生殖能源 這是起碼的 今天我要堆在哪裡 堆在哪裡是當作飛行物燒很可惜的 因為堆在台塘的地 堆好了 然後我們很有形容的 一天燒多少量氣燒的時候 其實它會把它熱量做最大的硬物 可以替代化石燈 替代化石燈之後 我們掃了排放很多的化碳出去 是吧 入圓的數目嘛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是一個未來 我們應該從幾個角度 一個是從生殖能源角度去處理它 另外一個是從景觀的維護角度去處理它 還有一個就是各自空間管理單位 就好好處理它 所以這個系統我們將來希望整體規劃中 有它們建立起來一套很好的量 為它付出成本 然後把它給最大的定用 可以定用耳朵的量 環境不要受到歸罕 所以這是我個人的想法 請大家多多指教 也許有些講的不對的原因 我們可以再調整 那再來就是第四個問題 我們加定像這個樂士 我們隊長在這邊 我給他一個目標好不好 你一百萬作為罰款的目標 告訴鄉公主 我只能罰到一百萬才停止 你如果不好好做的話 就開單子 一個清潔隊 無片的工作都是不清潔 清潔隊不清潔是很重要的事情 對不對 自己的環境應該是維持乾乾淨淨的 人人氣 它既然是流不清潔 起碼自己的House Building 我們要加平打掃要做好 所以第一個目標是這個 第二個我希望建立很好的密切聯繫 這是我們最期望的 我希望大家關於你們的環境 然後能夠來告訴我 隨時我們哪裡有問題 讓我們跟他去互動 然後我們能夠做多好 剛才我們張楊金正講的一個問題 我希望你能夠接觸到